所以我把整個選取之後,Data新品改成1 還記得嗎? A到1而已,就是黑色、藍色、銀色、灰色,1的話是黃色 所以我把整個頁面選取整個框框,選取1之後 你再及時一下,你會發現整個變成藍色的 這個地方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Netbar也可以改 另外上面如果你要改的話,也很簡單 如果上面那個古文之門要改,特別要點的是上面的地方 點一下那個head 頭要選的話 如果不好選的話 這個Netbar選 這邊有個head,就是這個地方head 一直到 應該一直到這個底下 應該要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時候才可以選到 這一個head 那如果你上面要變成黃色的話,再把它選一下黃色 我及時看一下 上面都變黃 我好像有點太黃了 整個都黃黃的 這個可以再調整一下 另外我把那個其他儲 這個儲的部分點起 上面也是一樣可以把它變成黃的 或者你可以來配一個其他顏色 OK 比如說像上面的部分你要改 改別的顏色 你可以把head一樣選那個head 頭的部分 然後一直到大概這個範圍吧 大概看一下 DIV開頭DIV結束 然後這個把它改成 比如改成藍色好了 藍色的話是b 可以再看一下 不一樣的效果就出來了 類似像這樣子 因為不過它配色就是五個顏色 你可以自行再配一下 然後分別就是把它 有個home 可以回上一頁 對 然後可以再回來這邊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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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下跑 OK 那其他的顏色 我想 這個上面的顏色 各位也可以自己再去配 不一定要長這個顏色 然後做完畢之後的話 把即時關掉 然後把它save一下 最後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那後面的流程都一樣 就是把這個204APP按右鍵 把它加到壓縮檔 然後記得是什麼 VIP 按確定 再來就是 把它傳上去 我想傳上去講很多遍了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舊的要刪掉的話 點它一下 然後setting一下 對不對 底下這邊不是有個delete 把它先刪掉 因為它免費只有一個 那如果我要傳的話 點這個private 有沒有 然後upload 但是請你再重整一下 因為如果你按upload這個時候好像沒辦法傳 要把它重整 這個時候變成黑色的按鈕按下去 然後把桌面上那個 204APP 的VIP檔 傳上去 這個時候它就upload了 那傳上去的話 名稱 相關的敘述 我想各位再自己把它 中文打上去 相關的敘述 打中文沒問題 比如這個名稱叫什麼 204 古文之美 然後這個專案名稱 我想自己再把它key 因為你如果沒有key的話 都會用預設的 好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 重新再 建立 Ready to build 就是重新建立一個 那這個時候呢小綠人還沒 你這個時候拍不行 你等它 小綠人出現之後 再拍一下 不過 因為這個 Phone Gap 對iPhone 好像不是 就是說還是要設定 所以iPhone部分 沒有辦法 如果你是用iPhone 的話 可能要再找一下 看有沒有那個 Android的 系統 OK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做出我們要的結果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手機拍一下 應該是沒問題 你會發現這個用手機拍還蠻有成就感的 做出來馬上可以在手機上看到 是一件還蠻 愉快的事 OK那剩下 我想 各位事情再把 我們今天的部分呢再完成 OK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大概是這樣 原理原則 原理原則 所以 204的這一題 請各位在 也可以做一些 變化 對 對了 對 而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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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